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整理他的行李和誓願等等 當然,整理完之後 就希望約同各位同事去享受當地的美食 他打電話給一個他最相熟的朋友D小姐 電話鈴聲響起,但很奇怪 他聽不到D小姐的回應聲音 他聽到一個婆婆的聲音 在講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他聽不明白 但如果以他的知識 他覺得這些好像是一個客家阿婆說的客家話的資料 如是者,他再打電話給D小姐 但仍然只能夠聽到阿婆的聲音 他很奇怪 於是離開了他的房間 他找D小姐一起去吃晚飯 結果D小姐是找到的 結果他們約同幾位同事 一同在一個很漂亮的餐廳裡 享受當地的美食 她說起這個奇怪的電話的時候 有幾位深知的同事 微微地一笑 原來她說 這位婆婆大概五六年前 是酒店的工作人員 來自客家的地方 但是因為一次工業的意外 因而死亡 但是 她仍然好像留在這個酒店那樣 透過電話 告訴客人 她家鄉的一切一切有趣的事跡 當然 這些都是一個沒有惡意的故事 眾人奇怪之餘 詩小姐可能是想說一些有趣的笑話 她說 如果下次再聽到阿婆說話的時候 可不可以問一問她 六合彩開些什麼的號碼呢 各位朋友 你想不想知道 阿婆會說些什麼號碼你聽呢 以上故事 多謝網友 天后曾小姐提供 我請你 麻煩你 請你